Hello 大家好 我是Nikki 歡迎回來我的Channel 在我的上一支聖誕影片當中 大家應該可以非常明顯感受到那是一個 很歡樂 很Party感的 一個聖誕歌曲 今天我一樣要改變聖誕歌曲 然後我使用的是三首小調的 曲子 所以聽起來呢 氣氛會非常不一樣 有一種比較莊嚴 比較嚴肅的感覺 然後在我演奏完畢之後 我會小小的解釋一下一個非常常見的作曲手法 也是今天 我有在我的編曲當中使用到的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我另外插進去的旋律那個是 不屬於聖誕歌曲的旋律 可是我把它跟其中一首聖誕歌mix在一起 我會小小的說明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們我們就先聽我的演奏 我會做這首歌曲的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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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距離進來並且模仿意思是說 就是第一個進來之後然後隔了譬如說一個小節 然後第二個聲部進來演奏一樣的旋律 再隔一個小節第三個聲部進來 這三個聲部都是演奏一樣的旋律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剛剛彈的就只有兩個聲部 所以就是左手第一聲部先進來 然後隔了一個小節之後換右手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拉回去 我會把秒數放在這邊 你可以拉回去然後聽聽看左右手是不是 重複同一個旋律從頭到那段結束 所以我先彈一下兩隻手很乾淨 沒有那些琐碎的音的版本 然後你們聽聽看那個旋律是不是輪流進入 然後兩隻手都把它唱完這樣 嗯 哦 剛剛來的這個就是第一首用到的聖誕歌曲 然後左手先進入右手接著 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就會一個先結束一個後結束 然後我就利用那個先結束的空檔接到下一首 就是這樣啦 然後在第二首的聖誕曲子裡面呢 我剛剛說我有插入一個不是屬於這首曲子的旋律 就是我放在bass低音的地方是這個 這個旋律 這個可能大家如果不是學古典音樂可能沒有很常聽到這個旋律 不過這是一首經文歌 我只是不知道為什麼我對這個旋律有莫名的 就是我其實沒有演奏或演唱過 甚至沒有特別去聽這個音樂 但是它就是時不時的就會在我腦海中 所以我就覺得把它跟我剛剛用到的第二首這個carol of the bells 拼在一起好像蠻配蠻有趣的 所以就把它搭在一起了 然後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順便幫我把頻道分享給你可能也會喜歡的朋友 那祝大家到我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見 拜拜